优酷一出手就知有没有 2017年优酷达到了很多高质量的网剧 2018咱们大优酷将继续保持排更多好看的剧 1月7日由优酷出品改编自半名半媚同名小说的超级剧集 魅者吴江在横店举办了杀新发布会 制片人张伟 监制徐继州 导演义军 主演李依童 屈楚肖 汪朵 李子峰 郭雪芙等其其现身 与大家分享四个月拍摄的辛苦与甜蜜 看过这本小说的人都知道小说本身故事内容比较特殊 尺度有点大 如今拍成电视剧更是被网友戏称为火酒店系列 而小编也非常佩服主演们的勇气 毕竟汪朵在看了两张以后就放弃了 就是灭魂而逝了 那一把不能 真的灭魂而逝了 就是当时我没想到我这么大岁都能灭魂 就是因为我其实是刚刚开始知道自己可以有机会来猜演这个 我是没看过这个书的 我以为是那个标准武侠 我就打着看了 看两张然后就挺空 觉得得接 其实大家可以放宽心 整个剧本都是由原著作者精心打磨的 所以肯定不会失去原来的味道 还保持着原来的虐心 至于主演们颜值大家有目共睹啦 到时候肯定很养眼 演技嘛 礼仪同区处销随数是第一次合作 但拍起戏来默契满满 就连亲密戏份也不例外哦 其实在观众看的时候 会不会再讲这两个人 就是抱啊或者牵手两个 就是陌生的演员去这样合作的时候 会不会觉得甘尬 会不会觉得不好意思 但是我觉得我们 我在拍这部戏的时候 就是每个演员都把自己扔到这个角色当中 所以你这场戏故事是怎么样的 它就是怎么样的一个角色在里面 所以我们顺其自然地在做每一件事情 就其实大家在那个片段 还是在私下的时候都会觉得 很有默契 那就坐等播出了 粉店报道